我们今天的确定病例是一万五千零三十三人 那今天的本土案例大概比昨天成长了大概百分之二十五 本土个案连续三天标普万例 病例数成长幅度更是大增百分之二十五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截至目前今年累计的十二例本土死亡个案当中 高达七人没有完整接种 今天超过了一万五千例 那未来还是会持续的增加 并没有看到说到达这个零点的一个情况 轻松分流 相关药物分配的及时 那另外已经很重要可以就是打疫苗 因应病例数急速上升 相关疫调让基层工作人员喘不过气 五月一号开始确诊个案改为自主上网回报 避免疫调大塞车 指挥官程序中也透露 未来快筛阳性才能进行PCR的政策 很快就会上路 那未来再衡量整体的情况 我们大概未来也会走向 就是说要求要做快筛阳的才可以做PCR 那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但是很快我们大概就会要求这样的一个情形 虽然目前每日检测量约十万左右 量能还足以负荷 但未来不排除根据整体疫情走向滚动调整应对政策 严看各国陆续放宽管制措施 那么台湾今年有望跟口罩说拜拜吗 我想随着未来的一个变化 我们大概不会建议就是说 把口罩大家都不要戴 但是说有一些地方可以不强制戴 都会朝着这样的方式来走 确诊人数增加 持续提升疫苗覆盖率 双管齐下尽早达成群体免疫 口罩令才有望逐步解禁 年底明年初有机会拿下口罩 恢复正常生活 欢迎送郭宋 黄培函 台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